人类之所以可以生存除了阳光空气水之外 还需要靠食物提供能量 以及不可或缺的睡眠来修复身体的功能 但是身为年轻一族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了 时常熬夜日夜颠倒 又或是工作科业压力太大 等到躺在床上的时候依然辗转难眠 你有想过如果人类完全不合眼休息 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吗 欢迎来到脑部记 今天就要带你来看看 人类如果完全不睡觉 能维持多久的正常状态 在影片开始之前 现在下面留言 你觉得一个人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全不睡觉呢 大多数的人不会整整24小时不睡觉 但这不代表人类有睡到建议睡眠的时数 习惯性没有睡到建议时数7到9小时 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或是长期的负面影响 上班上课无法专心 集中力下降 脾气暴躁 以及一些生理心理层面的问题 好眠APP可以帮助你找到最适合的住眠方式 内涵高达50多种不同住眠音乐 可以一次播放一到两个自己喜欢的音乐和音效 让你在沉浸的夜晚里听到的只有梳眠的音效 此款APP也能够记录睡眠形式 让你知道自己的睡眠类型 也可以同时服用智能觉醒闹钟 时辰一到就提醒你该睡觉啰 闹钟也会自动检测在你最前面的阶段觉醒里 让你不会被唤醒时颠笔打住它 或是一起床就想打爆手机 对于长期失眠的人也有21天睡眠计划 训练你的呼吸让你从鲸鱼三小时 连长三分钟入睡乖宝宝 人类最常不睡觉的记录大约是264小时 也就是连续11天左右 你们有猜对吗 这个实验是在1965年 由年仅17岁的高中生Randy Garner 为科学博览会创下的世界记录时间 实验过程中Randy行为波动非常大 像是在第四天无睡眠时 他认为自己是有名的黑人美式足球员 把路标当成路人 出现妄想而且负面情绪增加 第十天在晚间睡眠干扰时 情绪失控殴打了一名研究员 报告上最常见的认知行为变化是 口齿不清 言语缓慢 幻觉 妄想症 注意力不集中 在第十一天从100不断减去7的时候 他停在65 研究员问他为什么停下来 他说 我忘记我刚刚在做什么了 这个实验得出一个结论 若是无睡眠24小时 脑袋就会开始无法集中精力 将思想表达出来 迷失方向 决策行为恶化 很难记住事情 身体会为了做出保护反应 而出现白天噬睡症状 若累积36小时无睡眠 智力表现下降 会发现自己无法遵从指示 或是产生想法 就算是简单的任务 也需要花上一些时间来解决 免疫系统会开始下降 也容易感冒得到流感 累积超过48小时以上 记忆就会出现障碍 更严重的是增加 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大幅提高 所以说 人类一直不睡觉 会危险到生命吗 答案是会 所以看完这个影片 还不赶快去下载好眠 然后躺在床上压压惊 如果不想经历 以上身体功能出问题 或是想要好好改变 生活睡眠习惯 下载好眠APP 手机 Google Play商店 搜寻好眠下载 喜欢的话给五颗星评论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